陈平安和智归在街角分开 智归接过水桶去往泥坪下 陈平安返回刘宪阳家 在这之后还要去城东门那边取家书信件 一封一文钱 要是早早拥有这份生意 就凭陈平安跑遍方圆百里山头的角力 估计媳妇本都已经赞够了 泥坪向口子上 赤龟看到自己少爷站在那边打着哈欠 他快步走过去好奇地问 公子你怎么出来了 宋吉星缓缓伸展身体 懒洋洋地说 呃呆无聊 公子 新任督造官什么时候回小镇呢 那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能去京城了 宋吉星想了想 也就是 一旬之内的事吧 智归犹犹豫 手里的小水桶也跟着晃晃当当 宋吉星笑问 咋啦 有心事 他怯声声地说 公子 那本地方限制能借给我瞅瞅不 就一两个晚上 我好认字 省得到了那啥京城 给人瞧不起 到时候连累公子 给人看笑话 宋吉星哑然失笑 略做思量之后 这有啥不好意思开口的 不过记得翻书之前洗干净手 别在书页上沾上污垢 再就是小心蜡烛油滴上去 其他也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一本到此为止的破书而已 智归灿烂笑道 奴婢谢过公子 宋吉星乐乐 开怀笑道 来来来 公子啊 帮你提水 智归躲闪了一下 正侧说 公子 不是说好了君子远刨除吗 这些杂事 公子哪能沾碰 要是传出去的话 我可是要被街坊邻居 戳几连鼓的 宋吉星气笑了 规矩道理理法 这些东西啊 糊弄吓唬别人可以 公子我 说到这儿 这位生长于露像的读书种子 不再说下去了 婢女好奇地问 公子是什么 宋吉星恢复完事不公的笑容 伸手指了指自己 公子我呀 其实也就是个庄家汉 把一块田地 给一笼笼一行行 划分出来 然后让人播种 饮水灌溉呀 我就坐等收成 年复一年 就这样 婢女咪咪乎乎 宋吉星哈哈大笑 少年突然收敛笑意 一本正经地说 赤龟啊 姓陈的是不是帮你提了一路的水桶啊 婢女点了点头 眼神无辜 少年语重心长地说 有一位圣贤人曾经说过 愿意把陌生人的些许善意 视为珍惜的瑰宝 却把身边亲近人的全部付出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其视而不见 这是不对的 婢女更加懵懂疑惑 啊了一声 少年揉了揉下巴 自言自语地说 竟然没听出我的言下之意 让少爷我怎么接话才好啊 难道到了京城 要换个更聪明 伶俐 善解人意的漂亮水灵小丫鬟 婢女忍不住笑出声来 根本不把自家少爷的威胁放在心上 她揭穿真相道 少爷其实是想等我问 谁是这位大学问的圣贤吧 少爷 我知道了 是你吗 宋吉兴爽朗大笑 持活者 至归也 却说 学术书屋内 中年如是 正进微作 他眼前棋盘上所有黑白棋子 皆在春雷声中 化作鸡粉 小镇少年孩子们 在小溪抓石板鱼 有一种法子 是手持铁锤 重击溪中石块 就会有躲在石底的鱼 被镇晕浮出水面 与书上所谓的敲山镇虎 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若是要警告一方圣人 莫要逆天行事 背离大道 那么 天地之间 与之身份匹配的重器 大概 就只有威势浩荡的天雷了 再说那陈平安 他挑水回到刘宪阳家的院子 倒入造访水缸里边 然后跑到房门口喊 刘宪阳 我用一下你家的柴米油盐 要给宁姑娘炖鱼汤补补身体 可以吧 美滋滋睡着回龙觉的刘宪阳 被惊醒后 他怒吼一声 姓陈的 你烦不烦 老子刚梦到智规对我笑了 你快陪我一个智规 陈平安摇了摇头 记起一试来 他歉意道 刚才还真在铁索井那边 遇上智规了 不过被马婆婆打岔 忘了帮你捎句话 等会儿我去给宁姑娘 送鱼汤的时候 保证帮你把话带到 刘宪阳一个鲤鱼打挺 迅速穿上衣服 跑到正房大堂外的门槛坐着 看着造坊里忙碌的销售身影 他嘿嘿笑道 哎 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送鱼汤啊 哎对了 今天智规是不是穿那件 大红色的石榴裙呢 还是浅绿色那条 哎 回头等我再攒上两百文钱 就能买到那支 百鱼碾龙银粉盒 我知道他看中他很久了 就是舍不得买 都怪宋吉欣那个臭穷酸 实在小气 自己穿的挺像是 浮路街的阿玛阿狗 可怜智规啊 一年到头也没几件新衣裳 换成我是他家少爷 保准让他看中啥就买啥 比浮路街的千金小姐还富贵 做那万金大小姐 陈平安 没理睬 刘宪阳的痴人说梦 他实在不理解 为什么刘宪阳 偏偏就喜欢智规 当然不是 看不起他作为 宋吉欣婢女的出身 也不是觉得 智规长得不好看 只不过总觉着 他和刘宪阳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姻缘的 陈平安好奇的问 你怎么也喊他智规 不喊王朱了 刘宪阳咧嘴一笑 小的原来你也不知道 智规两个字怎么写之后 我就无所谓了 陈平安无奈的说 你跟我比有啥用 跟宋吉欣比啊 智规又不是我丫鬟 刘宪阳痴笑一声 那个家伙 也不是样样比你好 比如他这辈子 喊过谁 爹 娘 啊 没有吧 这就不如你陈平安呢 也难怪顾灿他娘 还有马婆婆那些 婆姨娘们嘴巴毒 宋吉欣那家伙呀 本来就算不得什么 清清白白的人家 不然为啥 不光明正大的 住在那座都造府关崖 反而要去你们 泥平县过苦日子 这家伙竟然还敢喜欢 狗眼看人低 所以活该给人泼脏水 骂野种 陈平安站起身 走到了造房门口 刘宪阳 虽然我和宋吉欣 根本算不上朋友 但是你这么说人家 刘宪阳急忙举起双手 坚决不让陈平安继续 续道下去 他狡猾道 我不说了 行吧 啊 陈平安呢 你这认死理的烂脾气 随谁呀你 我爷爷可说过 你爹娘都很好说话 尤其是你娘亲 说话细声细气 还喜欢笑 那脾气好的 真是没话说 我爷爷还说呀 早年马婆婆 几乎骂遍了 附近巷弄的人 唯独见着你娘亲 非但不挑刺 还会有些笑脸呢 陈平安笑得合不拢嘴 刘宪阳挥手感人 赶紧给你家小媳妇 炖汤去 陈平安翻了个白眼 有本事 这话你当着 您姑娘的面说 刘宪阳一笑 你傻 我又不傻